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主就要礼拜一下这个释迦牟尼佛 所以从这个大殿一路走上来观音殿到 这边是大雄宝殿 看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古樸 观音殿这边已经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大雄宝殿是最近几年才整建的 还是依照古法来做 大家一路礼佛上来 不会觉得怎么会突然现代化 非常现代化 那这边其实看到除了释迦牟尼佛像 旁边还有许多的雕像 还有一些雕树 非常有这种艺术的价值美感 非常的漂亮 是是 像上面可以看到很多那个 早景 真的是早景 是是早景 我那早景也是三三八亮 而且刚刚阳光照射进来 整个佛光普照的感觉 这个感觉非常的吉祥 非常的祥和 那像海映寺有它特别的典故吗 为什么叫海映寺 是是 海映寺就是你依旧地理条件来讲 那边过去就是一个石头很像观音 很像一个预计案一个观音 就是在人线上有一个上面平平的石头 是 对就正对这个大门看过去 对刚好中心点 映石的后面就是海 在风水上来讲也是一个风水保地的意思 是是是是 几乎几乎他们看风水的风水先生 他们来都很赞叹这里 是一个零山秀水这样 真的 因为真的正对过去就是 一块像印章那种印的石头 是 那过了那座山看到就是海 对它底下就是海 所以有海印寺 是 是是 非常是有点过历史真的非常悠久 是 快八百年了 是 在台湾看到古老的寺庙最久也是三百年 三四百年 这边将近八百年真的是非常古老 所以金门人真的非常的有福气 有一座海印寺在太武山上 所以有机会来金门的话 一定要来这边礼佛一下 来有一趟这个身心之旅 也真的是很棒 是是 从南宋到现在了 很殊胜的地方 重建太武寺碑记记载 海上各岛 无洲最著 诸岛名山 太武最著 除了青安法师 陈述地方上普遍传说的四名由来 海印一词取自佛教经典 出自于大方广佛华言经中的海印三昧 指的是佛正物的绝对境界 辟喻自信如大海 可以秉现一切森罗万象 海印寺一再重修的历史 正是金门占地岁月的缩影 寺院在八二三炮战时 遭到严重损毁 并于民国四十九年后重建 石门关已经公告为 金门限定古迹 现任住持信海法师 接掌四物后庄严到场 并修建了大雄宝殿 和龙楼凤阁中古楼 前殿拜庭 让这座周遭奇岩峻拔 林木冲龙的历史古叉 更具备文化和艺术价值 金安师傅 那听说这边有一块石头 是非常独特的 是 是 安心石 就在底下一个 长得很像心脏 那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 大家都认为 它是很有灵气的一块石头 所以摸一摸让自己心很安 所以来这边是可以摸那块安心石吗 是 是 所以摸了可以心安 是 安 对 离佛之外来摸个安心石 让心平安安定一下这样 这里香就是那个檜木 哇 好香喔 很香 它已经淹淋到 我怎么香对没有放香 没有放香 已经没有放香水 这个十八楼和我们整修古楼的时候 这是从古楼 古楼挖出来的 对 当时整修古楼的时候挖出来 挖出来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那后来请吴鼎仁老师 把他的移术重新再去整理 所谓古楼是指在哪里 左边是钟楼 右边是古楼 我们大殿出去右手边这一栋 就是古楼 所以这些十八楼和像是从古楼挖出来的 就 对 要整建的时候从地底挖出来的 本来是想拿去大陆那边整理 但是怕进去出不来 所以就再请当地的吴鼎仁老师 一点一点地去修复它 对 在这里算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珠山 必须要喜欢宁静才能够安住 这个当时他们就在这里打坐或者修行 这是过去出家人修行的地方 是 修行的地方 这就是据说当时水取水就是那个滴下来这样 就在这个山洞里面 对 这些石头都很久了 七八百年的石头 是 你看它维持那么久的时间不会掉下来 对 金门这里没什么地震 金门没有地震 对 你看它不会掉下来 再往上面去 虽然天有一点暗 但是月亮出来了 也许月光可以带我们上去 走这条步道主要可以让我们体会什么 静观 这里是很安静的 过简单的生活 怎么那么多尊观音像 三十三尊观音菩萨的印花生 因为海印是祖宫的是观音菩萨 让大家可以看看观音菩萨 不同的观音菩萨印花生 所以现在看到的佛像都是观音菩萨 是 是 这里的湿气景观都不太一样 早上的时候在这里打坐很好 师傅你们也常会在这边打坐 有空的时候会来这边打坐 早上的时候在这里打坐很好 这边可以看到远山最高点是在哪里 那个 二五三 二五三是在那个位置 是 好像一个瞄望台的感觉 是 网路上说在海印是后面 所以很多人跑来找 但是不是在这里 那边是不能过去 算是军事管制区 是 所以一般爬到海印是也算了 已经算很高了 也算来到大五三了 对 这里其实 这样看其实非常的好 视野 你的心会觉得非常的宁静 而且很宽 看到太武山最高点 一个观测所 无望待局在那边 没缘 看起来就更近了 以前太武山是管制区 那个时候 听说好像只有特定时间 一般信众才可以上来 是 一般是初一 初二 初三 还有年初九 年初九要拜提供 我们要栽天 所以那天 几乎比初一还要热闹 大家都跑上来了 就挤得水泄不通 这样子 很热闹 那我们现在是 都是可以上来 每天都可以上来 但是就是过年那时候 特别特别的多 特别热闹 农历的 每个月17日 我们有共修 让金门这边的民众 或者是有时候 其他各地来的民众 信众也都可以 一起来参加 师傅像你们一天在那边休息呢 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大概早上四点都要起来 那五点开始早课 早课大概一个小时 简单早在之后就开始浇水了 要除草了 扫地啊 这是必然要做的 大概是六点左右 开始晚课 一个小时 之后就安办 所以其实修行也不是很轻松的事情 非常早起 在 常常是整天都忙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海音是很热闹 所以几乎那二十四小时都很难可言 因为信众是不断的 山下传来清亮的扣扣打板声 清安法师不急不许地走下石阶 平稳的情绪 完全看不出他来到海音寺 不过一年左右 出家前是企业经理人的法师 有两个比他更早出家的儿子 其中最小的儿子 甚至十岁时就已经因缘俱足 相信海音寺的好风光 能让法师们的修行路更加精进自在 很舒服啊 微风吹过古刚湖 带来很湿润很凉爽的风 吹起来特别的舒服 整个步调都慢下来了 来到金门 我常常问金门的当地人 他们觉得说金门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其中一点他们都会提到说 来到金门步调就慢下来 然后就不会像在台湾 在台北那么的急 生活那么的繁忙 所以是很惬意的 所以有时候来到金门呢 也不要匆匆地赶来赶去赶景点 可以找很多很漂亮的点 坐下来欣赏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座古刚湖 非常的漂亮 而且在它对面有一栋非常古色古香的 古刚楼 那是一栋三层的建筑 那背后也可以看到聚落 古刚聚落在这个地方 那在古刚湖这边 阳光照下来 波光淋淋 闪闪发亮 那也可以看到小PT 很悠悠自在地在这边游泳 这边觅食 那小PT它的特色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在水面上游游 那忽然间 就潜到水里面去了 那待会你就 可以看从哪边又冒出头来 很可爱 那它的叫声 也很特别 很尖锐 这样叫 那有时候会在水面上滑水 那古刚湖它是半人工湖 湖面虽然不大 可是配合周遭的景观 还是非常的湿意 非常的优美 金门这个岛屿面积不大 可是我们在太吾山上看 可以看到金门 大大小小湖泊也不少 很有名的像磁湖 太湖 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刚湖等 就很多水鸟也会来这边栖息 所以来金门也是赏鸟的一个好地方 师傅来讲 每年到了秋冬的时候 就有大批的茹池来到那个地方 那也是金门的一个盛况 所以秋天的时候 秋冬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金门赏茹池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景观 那不同季节 有不同的鸟会来到金门这边栖息 那夏天来最有名 当然就是利喉丰湖 它是夏候鸟 所以春天就来了 那到夏天在这边繁殖后离开 所以金门也是一个赏鸟的胜地 不同季节可以来金门这边赏鸟 来旅游金门可以选择很多交通方式 一般喜欢开车或坐车 但是你可以选择运动的 像骑脚踏车 在国家公园许多地方 都有规划一些步道 都非常好走 那步道这边有连结一些观景台 有坐一些椅子 你可以坐到这边赏景 看到对岸就可以看到 小金门那个地方 那也看到现在正在新建一座 跨海大桥 应该从大金门跨越海峡到小金门去 那这边前面就看到很多军事的战车 那这个地方是池湖三角堡 就在池湖的西侧 那这边是池湖 如池来的时候 数以千只让整个起飞降落的时候 是非常的壮观 那池湖三角堡就是在这一侧 是一个坚强的堡垒 然后它一个迷彩的外观 周遭有壕沟 就类似像护城河 那这边也是一个赏鸟圣地 从这边的摆设 可以了解池湖三角堡 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阵地 因为从这边逛过去对岸 这是厦门市了 那现在看到厦门市 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楼大厦 所以很多人也会来这边看夜景 但是是看厦门的夜景 那池湖三角堡 现在也是刚好从军事 转为观光一个很典型的范例 那国家公园就利用这个碉堡 把它规划成一个赏鸟的据点 就在碉堡的前方 金门国家公园有营造了一个漆地 让这边非常有名的夏候鸟 就是历侯峰湖来这里生育繁殖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伪装网 那个不是军事的伪装网 就是让你在那边可以观察历侯峰湖 他们在那边组的巢穴 那历侯峰湖大概每年4月5月就来到金门 现在已经8月了 这些小鸟已经陆续离开了 池湖三角堡 看历侯峰湖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看 那这个地方看呢 是国家公园有规划 如果喜欢拍照摄影 喜欢撒鸟的话 这边是不可错过的点 那也可以看一下 这边过去的军事设施 我们在8月中的圣鼠来到金门记录 出发前搜集的金门飞语资料中 可以发现 直到9月初都还能看到 历侯峰湖最后一些凌落的族群 但就像寻找风师爷的墨飞定律一样 今年的历侯峰湖 完全没有一只愿意为我们 多停留个十天半月 在美丽的历侯峰湖 完全不见踪影的金门8月 更不可能等到冬候鸟 如此的黑压压身影 才从海印寺下山的麦歌 深刻体悟到世事无常 学会放下才能清安自在 转换一下想法 转移下一个目标 金门古老的后 其实一直等着我们